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今天上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 您如何看题材股重新活跃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 二维码参与互动 发表弹幕留言 并且给您喜欢的主持人和嘉宾投票 来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 国荣证券首席投资公文于瑶 欢迎于瑶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上午好 好 我们先来扫描一下 今天的星期资讯榜 来看一看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财经大事 可能会影响今天的市场 中办国办印发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纲要提出 推动农业装备智能化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稳重略升 因城失策 楼市总体稳定 商务部最新数据 今年前4个月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6.4%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翁杰明透露 央企控股科创板公司 股权激励政策将出台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透露 正在加紧起草 人工智能治理准则 近期将会发布 来关注一下月度经济数据 中国国家统计局 昨天发布 70个大中城市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变动情况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 4月份123县城市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稳重略升 70个大中城市当中 有67个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 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4月份 四个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6% 涨幅比上月 扩大0.4个百分点 其中 广州环比上涨幅度最高 达到1.1% 四个一线城市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4% 涨幅比上月 扩大0.1个百分点 其中 深圳领涨 四个一线城市 而广州 二手房价格 却处于负增长区间 此外 三十一个二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8% 涨幅比上月 扩大0.2个百分点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上涨0.6% 涨幅回落0.6个百分点 三十五个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5% 涨幅比上月 回落0.2个百分点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上涨0.6% 涨幅扩大0.1个百分点 分具体城市看 秦皇岛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以1.8%的上涨幅度 领涨70个大中城市 业内人士表示 从近期 各地土地成交面积 以及房地产开发投资等数据来看 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市场 出现回温迹象 不过在楼市调控大背景下 平稳运行依旧是楼市主基调 包括最近的这些 像苏州的市场 一旦出现变化了 然后出现了过热的地价 然后其实对于重点的这种区域 也会出现一些限制性的政策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最主要的还是会贯彻 就是房租不炒 应存思测 再来关注一下 商务部昨天公布的数据 今年前四个月 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6.4%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数据显示 今年1至4月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3039家 实际使用外资 3052.4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6.4% 前四个月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43.1% 主要投资来源地中 韩国 美国 德国 对华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114.1% 24.3%和101.1% 在对外投资合作方面 今年1至4月 我国境内投资者 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8家境外企业 进行了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 累计实现投资 2334.1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3% 商务部还发布了消费数据 4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万亿元 同比增长7.2% 增速较上月回落1.5个百分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主要是受节假日的因素影响 去年4月份 公休节假日为10天 今年4月份是8天 比去年同期减少两天 对4月份消费增速影响 较为明显 具体表现为石油类 家用电器类 家具类等商品的消费 有所放缓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区公布的 70个大中城市的房地产数据 与遥怎么解读 这个60多个城市上涨的数据 对我们的相关板块 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说房价 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一项 我们的资产 那么资产 我们肯定会随着我们的 整个的经济的一个不断上行 资产的价格 会有一个稳步上行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也知道 现在其实我们高层 对于房地产是保持着 坚持一成一策 而且是坚持止住不炒的 这样一个原则 所以整个的房地产的价格 像过去那样 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 并不大 但是随着我们经济增长 稳步攀升的这种概率 应该还是存在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大的这种房地产的个股 大家就看着估值走 比如说在10倍PE左右的时候 其实只要进入到 这种估值的相对的合理区 8到10倍 那么你就可以去做 这种大型房地产的一个补局 而对于中小的房地产 其实近期也出现了 一些底部放量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像天王发展灯 这类的中小型的房地产企业 大家可以看到底部出现了 城阳量的放大 应该是也有一些资金 在关注着这样的一个数据回升 可能会推升的 一波小的这种投资机会 好 谢谢余奥的分析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 昨天国资委相关负责人 通报了中央企业 完善激励机制 激发企业活力的有关情况 今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实施股权激励覆盖面 将力争比去年新增30家左右 增幅同比扩大50% 翁杰明表示 针对有条件 但尚未尝试实施 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 激励的中央企业 原则上在2019年都要求实现破冰 此外 今年还将适应环境变化 和央企改革发展实际 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 目前共有45家中央企业 控股的92户上市公司 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 占中央企业控股 境内外上市公司的22.8% 据统计 实施股权激励一年以上企业的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市值年均增长率 分别达到16.7% 14.6% 7% 明显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整体水平 昨天 护身两市震荡走高 行业板块涨多跌少 主力资金又有哪些新的动作 这个问题我们来问一问小金 你好 小金 主持人好 昨天 护身两市的资金流向 有什么新变化 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吧 小金通过数据统计发现 大盘经过连续两日反弹后 昨日各路资金出现想不出逃的现象 其中本项资金方面 外资昨日净流出33.98亿元 此外 两市主力资金昨日也净流出147.82亿元 虽然资金流再次出现净流出 但三大股指昨日全线收涨 前五日均线出现向上拐头的迹象 因此 短期大盘或将延续震荡反弹的走势 从细分市场来看 护市主板净流出35.13亿元 绅市主板净流出29.01亿元 中小板净流出52.06亿元 创业板净流出31.62亿元 分行业来看 昨日两市有16个细分行业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入 其中净流入较多的行业包括 有色金属净流入9.17亿元 水泥建材净流入3.62亿元 柜金属净流入2.33亿元 主力资金净流出较多的行业包括 通讯行业净流出22.75亿元 电子元件净流出20.67亿元 软件服务净流出17.31亿元 小金回答完毕 好 谢谢小金的介绍 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您如何看待题材股重新活跃 来看几个投资者留言 网友眼镜说 说只有题材股活跃人气才会来 网友陈瑞玲说 说做反弹见好就收 有投资者说 说光有热点也没用 说自己完全跟不上节奏 问一下余瑶吧 这个前一段时间 这个题材热点非常多 人造肉 包括昨天的稀土泳词 你怎么看我们投资者跟热点 其实呢 大家可以发现 就是整个的市场 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必然会有一些题材股的一个出现 而题材股的出现呢 其实更多的都是受到了 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催化影响 所以呢 如果大家去做这种 这种题材股的话 大家肯定是要盯着 消息面的变动来去做操作的 但是大家呢 也要注意啊 这种题材股的炒作 往往是来的快 去的也快 大家都知道是题材股 所以它很难是走出这种 持续的连续的 而且是这种 大幅持续的上涨 这是非常难的 所以一旦风潮过去 大家一定要做 及时的止盈止损的这种动作 好 谢谢余瑶的分析 接下来来进入 今天的盐包热度榜 来了解一下机构 对于A股下一步行情 究竟是怎么看的 首先来关注的是 星业证券的观点 星业证券认为 今年A股上涨的行情 主要是有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是流动性宽松的预期 另外一个因素 是企业业绩改善预期 目前来看 流动性宽松的因素 在一季度大幅度反弹当中 已经体现 未来部分行业龙头公司 业绩改善 可能是接下来的最大亮点 这意味着市场趋势 形成需要时间 上工的时间窗口 仍然需要等待 安信证券认为 未来A股市场的有利因素 有估值有机会 小幅度的缓慢提升 核心驱动 来自改革开放预期 逐渐升温 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将会回归中性 下一轮行情的展开 将是温和缓慢的 左侧出手的必要性不大 山西证券的观点 山西证券认为 短期市场会有可能反复震荡 在配置方面 短期关注基本面扎实 政策支持 业绩改善比较确定的板块 比如石油 化工 农林牧鱼等等 另外可以关注芯片 5G信息安全 云计算 等高弹性品种的 超跌反弹的行情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大宗商品市场 昨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 出现了集体飘红 能源化工 农产品等板块 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截止到昨天下午收盘 橡胶上涨了5.2% 零涨商品期货 铁矿石午后攀升 收涨接近5% 农产品涨势不断 苹果 菜破 棉花 都上涨超过2% 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在昨天的盘面中 黑色系品种表现强势 其中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 1909 盘中一度逼近涨停 昨天下午收盘价为 每吨680.5元 涨幅达4.77% 而罗文刚涨幅 接近2% 焦煤焦炭涨幅 也超过1% 整体是受到近期 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那么对于国内的 这个商品期货的 这个价格存在一定的支撑 那么第二呢 就是特定品种 存在一定的 这个炒作的预期 是前期巴西 矿难的反反复复 那么使得这个市场 对于这个远期的 这个供给有所忧虑 那么再叠加了 近期的这个钢铁产量 持续是继续高位 进一步提振了市场的 这个看多的这个情绪 除了黑色系 近几日农产品期货 也十分抢眼 苹果期货主力合约 1910 昨天下午收盘价 达到每吨9274元 涨幅2.93% 而刚刚上市不久的 红枣期货 本周的四个交易日 主力合约1912 从每吨8690元 涨至昨日收盘的 每吨9715元 上涨超过每吨1000元 创出上市以来新高 现在调研那个了解到 就是个别地区的 住国情况不太理想 这是上涨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对于红枣来说 一个是这个新疆 有一个低温的影响 也是一个天气 另外就是需求端的话 端午节 也是一个消费的 一个季节性的旺季 所以支撑这个红枣 叫个上涨 来关注一下 轻能源行业 今年A股市场一大热点 就是轻能源概念 轻能源发展 也第一次进入 政府工作报告 在锂电池汽车的补贴 逐年退坡的背景下 轻燃料电池汽车的补贴 不减反增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大大刺激了 轻能源产业的发展 来看报道 今年3月15日 国务院新闻办 就政府工作报告的 83处修订进行了解读 其中推动充电 加轻等设施建设一条 引发了业界广泛关注 紧接着3月26日 财政部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 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要求在降低 锂电池汽车补贴的同时 支持各地对充电 加轻基础设施 进行补短板建设 实际上对整个 新能源汽车的补贴 进行一个明确 实际上对这个 我认为是对这个 产业发展是有利的 特别是在 燃料电池汽车这一块 它还是明确了 国家在这一块的力度不减 进入2019年 无论是从政策面 还是从产业链上 氢燃料电汽汽车的 产业化路径逐渐清晰 上市公司也分分在 氢燃料电汽汽车的 零部件 便堆 电池系统和整车等产业链 各个环节加速布局 3月21日 美景能源公告称 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 佛山市飞驰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 向佛山市汽车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合计交付 190辆氢燃料电池 城市客车 雪人股份 3月21日公告 你在重庆市两江新区 投资设立燃料电池发动机 及其核心零部件 制造项目 项目总投资为 45.5亿元 同时在重庆市分期建设 35座家庆站 根据我们对于电动车产业店的 一个复盘的情况来看 我们觉得这种趋势的话 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我们不断地会有上市公司 在这个领域 进行一个新的投资布局 目前 多家车企业推出了 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的产品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 2018年 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产销 完成1527辆 包括1418辆氢燃料电池客车 以及109辆氢燃料电池货车 二级市场上 今年氢能产业链板块 整体上涨趋势明显 万德数据显示 氢能指数自年初以来 上涨41.45% 相关概念股如 熊涛股份 美景能源 全柴动力 厚浦股份 雪人股份等公司股价 从今年年初至今的涨幅 均超过了100% 整车企业代表如 中通客车 福田汽车等 年初至今股价分别上涨86%和41% 我们建议大家要更多地去关注 在燃料电池 以及氢能源领域的核心环节的公司 这核心环节的话 我们觉得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 就是前端的 自氢 加氢 储氢的环节 第二个的话 就是中端的燃料电池系统和电堆 以及它的核心零物件的领域 资本对于氢能源行业的关注重点 大多数集中在氢燃料电池等领域 对于氢能源行业当中的 重要一环加氢站 目前运营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具备了 商业化的运营条件了呢 继续来看 记者来到广东云福的一个加氢站 这是广东省的第一个加氢站 负责参与创建的范炳坚 告诉记者 由于当时全省都没有加氢站 所以建设的时候 主要起示范作用 据了解 目前像这样的加氢站 主要服务于园区内的 几家轻能源公司 服务车型以公交车和物流车为主 目前云福有两条公交线路 在这里加氢 就是11米的大巴 那另外呢 就我们还有一些蓝色中巴的 还有一些物流车等等 另外一些实验型的 比如说乘用车型的等等都有 据了解 这个加氢站从2016年开始运营 因为市场规模小 氢能源行业发展还处在早期 至氢企业稀少 导致氢气的成本和运输价格偏高 短期内运营难以达到盈利 客户群比较窄 所以它氢气的 等于是至氢的厂家就比较少 所以生产成本就比较高 如果假如以后氢气变成能源了 像汽油柴油一样的话 那它的首先它用的量会大很多 而且产清的厂家也会不断地增加 国宏云服加氢站的遭遇并非个例 作为氢燃料汽车的必备配套 直到今天 加氢站运营经验依旧不足 盈利能力普遍受限 在我国 无论已建还是再建的加氢站点 多数停留在示范 实验等阶段 资金更热衷于投资氢燃料电池 整车生产等领域 加氢站的发展之后 盈利受限 反过来又制约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导致投资 运营双双欲冷 氢能源作为一个新的一种能源的方式 前两天在中国资本市场也火了一把 但是股市很火 我刚才短片当中看好像在产业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静的 宇瑶怎么看待这种反差 其实青能源整个的发展 其实依赖于我们政策的推动力度 那么现阶段其实在质子交换膜 催化剂等等这种核心部件上 我们还没掌握核心技术 所以真正的大规模的推广可能还需要时间 好 谢谢宇瑶的分析 股东来了投资者权益知识竞赛网络出赛 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每天您可以通过投资中心的微信公众号 中国投资者网 央视交易时间的微信公众号 央视财经APP客户端参加答题竞赛 优胜者将有机会进入地区负赛 并且有机会参加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财经频道举行的决赛 赢取终极大奖 在网络出赛阶段 我们设置了百万奖金和精美奖品 为了帮助您更好通关 增加拿大奖的机会 每天节目当中 机器人小金都会给您透露一道题 而且给出标准答案 这是一道送分题 您要做的就是盯紧我们的直播 或者上网回看直播 另外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交易时间的微信公众号 进入互动专区留下您的答案 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 获得小金送上的神秘大礼 获奖观众将在明天公众号的 央视投资早餐当中公布 来问一问小金今天透的是什么题 你好小金 请吩咐 今天你要说的题是什么 好的 请听题 深交所规定每个交易日 哪个时段 交易主机只接受申报 不对买卖申报或撤销申报做处理 四个选项 A 9点15到9点20 B 9点15到9点25 C 9点25到9点30 B 14点57到15点 对您五秒钟思考 5 4 3 2 1 当当当当当 正确答案是 C 9点25到9点30 记住了吗 祝您顺利通关 拿大奖哦 好 谢谢小金的介绍 另外您还可以继续扫描屏幕上的 二维码 参与交易时间的节目互动 发表弹幕留言 稍后来关注外盘风云榜 把目光转向海外 来扫描一下今天的外盘风云榜 周四美国三大股指继续反弹 最终道指上涨超过200点 纳指和标普500指数的涨幅都接近1% 欧洲主要股市在周四也有不错的表现 其中德国和法国股市的涨幅都超过1% 周四国际油价上涨 金价出现了下跌 周四美国三大股指继续反弹 道指上涨超过200点 详细情况来看路透社张雨昊的报道 今天华尔街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美股大盘 受到重点公司业绩的提振 美股在周四是高开 收盘的时候 道琼斯工业指数 标准普尔乌白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是全部的收涨 那么涨幅是分别达到了 0.84% 0.89%和0.97% 周四美国公布了强劲的经济数据 其中4月新房开建数据 与营建许可都有所上涨 另外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是减少至了21.2万人 利好的消息是令板块在周四全部收涨 市场的避险情绪迅速降温 美元指数大幅上涨 现货黄金则很难突破 1300万美元的关口 再来关注重点公司的财报业绩 那么首先是零售巨头沃尔玛公司 公司是在周四盘前公布了业绩 好于预期 营收1239亿美元 其中电子商务收入表现亮眼 同比增长了37% 美国铜店销售也创下了9年以来 最好一季度表现 为了对抗亚马逊 沃尔玛此前推出了免费一日送达服务 另外公司也在实验将人工智能技术 结合到零售商店中 公司股价是收涨了1.4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油价 那么油价是在周四再次上涨 6月交割的美国亲自原油WTI 收盘在每桶62.87美元 周四国际油价的涨幅是不断地扩大 北海布伦特原油在盘中 突破了73美元的关口 那么最主要的推动因素 是中东波斯湾局势的升级 但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表示 不想与伊朗开战 那么缓和的言论是令油价从高位回落 路透社张雨昊 纳斯达克报道 周四欧洲主要股市收涨 其中德国和法国股市的涨幅 都超过了1% 详细情况来看路透社王子欣的报道 欧洲欢迎榜前来关注资本市场 三大股指周四是低开高走 德国DAX股指在五盘后的涨幅 在0.6%左右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迟 对欧盟实施六个月的汽车关税 这一消息显然是给欧洲汽车行业 带来一线希望 我们看到带动了德国汽车类股的上涨 收盘时三大股指均是收高 其中德国股市涨幅最多为1.74% 英国和法国股市分别爆7353.51点 和5448.11点 周四市场关注的焦点 还有英国工档将会以低于股东成本的价格 将英国基础能源设施重新收归国有 最新数据就显示 今年英国国家电网的营业利润是下降18% 来到28.7亿英镑 但我们同时看到多方资本 对英国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 是从2018年的42.5亿增至45亿英镑 说明能源和基础设施行业 在英国整体投资中占比显著 最后来关注金属期货市场 伦敦的基本金属近几个交易日几乎是持平 三个月的期同是在每吨6100美元附近交投 而期新和涅的价格 那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幅 外界就猜测 美国推迟加征汽车及零部件关税的决定 将会帮助提振市场上的人气 路透社子新 伦敦报道 好 马上就要开盘了 来进入今天的股市气象战 来看一看大数据对今天市场人气的判断 我们在交易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上 发放了问卷 结果显示 有52%的投资者认为 今天市场可能会上涨 看跌的投资者占比是17% 在持仓意愿方面 有62%投资者选择持仓不动 选择增仓的投资者比例是20% 从机构投票数据来看 40%的分析师认为 今天市场可能会上涨 52%的分析师认为 市场可能会下跌 再来听几位业内人士 对于行情趋势和热点的判断 近期一股市场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 但随着定向降准 区域规划 科技产业扶持众策的相继出谈 使得我国经济转型的预期进一步加强 同时也增强了投资者信心 记住分析来看 上证指数上下方均出现一个明显的跳风缺口 由于利好政策的加持 指数在2800点之上的支撑力度较强 且有足够的韧性 所以本周市场已经开始了连续的反弹 那么展望后市 指数回补上方缺口仍是大势所趋 但由于3000点上方积蓄了较多的筹码 在经济数据和企业盈利基本面 还未明显增强的情况下 想要形成快速突破较难实现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指数大概率会在上下缺口 维持的这个箱体中 形成一个震荡走势 指数连续两日的白骨场景的一个态势 并且是隔近一个月以来 再次的占位时日均线 市场的情绪与人气 确实有所转暖 但是我们发现 成交量能并没能够有效的一个放大 那么量能成为制约本能反弹的一个主要诱因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发现年限于半年限即将形成金差 我们对于上证指数的中期 依旧是保持乐观的一个态度 短期来讲的话 我们更加倾向于指数 再一次的夯实年限的支撑 迎接的反弹 才是最为稳健的 从资金流量来看 有色、石油、建筑以及钢截等板块 资金流量靠前 周期性品种会有补涨机会 投资者可针对二线篮球股进行适当的布局 同时针对经期回度高的题材股 注入像5G、芯片、大农业等板块 由于市场运气高 仍有低息机会 在操作策略上 多忠视公司的基本面 可跟对资金流向 进行战略性的地域 持股以不断为主 但仓位不已不重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30分 现在获胜两时已经开盘了 来看一下数据情况 央视财经50指数 6589.86点 上涨了2.22点 涨幅是0.03% 上证指数2955.39点 下跌了0.31点 跌幅是0.01% 深正乘值9297.78点 上涨了4.45点 涨幅是0.04% 创业版指数1535.36点 上涨了1.69点 涨幅是0.1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中小板指数 5733.23点 上涨了19.95点 涨幅是0.34% 好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您如何看待提财股重新活跃 就今天开盘情况 我们继续和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 于瑶进行交流 我们看大多数指数都是平盘运行状态 平开 于瑶怎么看 其实近期我们应该说短周期之内 指数可能会围绕2850到2950 这100点的一个核心波动区间 去做一个上下的一个震荡波动 上方有3000点到3050点的这种缺口压力 下方面临着年限的支撑 整个的市场应该说继续维持一个 这种宽幅震荡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我记得上次我来咱们节目的是4月中旬 当时我们说 其实从整个的技术形态上去看 5月份应该是要进入一个调整月 当时我们说这是一个中期调整的一个过程 通常情况下中期调整的时间 需要一到三个月的时间 从走势来看中期调整的过程 仍在持续的这个过程中 所以短期之内说指数马上止跌其稳 我觉得这种概率并不大 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去在底部进行一个震荡消化 才会有新的趋势开启的可能 刚才你说震荡区间在2850到2950之间 现在已经在2950左右了 也就是说你觉得今天可能市场 整个的指数情况不太乐观 能这么理解吗 其实对于这种中短期的操作来讲 接近了这种箱体震荡的上延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是考虑 要不要去有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 那么回到箱体下延得到支撑的时候 我们去看要不要回补筹码 这个是一个箱体操作的一个思路 上下缺口会不会短期内 我觉得像上的这种缺口 是有一定这种回补的可能的 因为毕竟昨天其实整个的一些市场热点 还在蔓延的一个过程中 当然了今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板块的 比较靠前的 比如说一开始的稀土用词 包括现在的一些数字中国相关的一些概念 那么数字中国 刚才我们看到了乡村信息振兴 这个规划出台 其实对于整个的板块 是有一定刺激的这种效应的 那么稀土这一块 其实也是有消息面的一些影响 因为在今年我们刚刚公布了 我们今年是要暂停限制 从缅甸进口稀土的 所以这个会导致一个稀土供给的 特别是中重稀土的一个供给的 一个短期紧张 所以这些是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个配合 但是这些都属于提彩股的范畴 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 提彩股的范畴属于风一来 它会长得比较猛 但是风一过去 它退潮的时间可能也会比较快 如果我们投资者把握不好这个节奏的话 建议谨慎 对 好 谢谢鱼瑶的分析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参与与教育时间的节目互动 发表弹幕留言 稍后进入首席开始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 我是财经频道首席 证券记者孙善军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话题从理性投资开始 为什么要聊这个看上去有些枯燥的话题 因为对您的投资来说呢 在这个时点这个话题呢还是非常重要 在昨天有一家公司呢是出现了涨停 康美邀业因为账上的300亿元现金不翼而飞 导致股价呢连续出现了跌停 但是在昨天公司股价涨停了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这个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问题 我个人认为它的重要性呢 要远远高于市场的涨涨跌跌 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问题股的炒作 是短期博弈还是长期看好 理性投资究竟会有多难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两位专业嘉宾呢 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 一位是鼎姓汇金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陈浩 还有一位是中研投资董事总经理高温柔 欢迎两位 那么怎么来看待康美邀业昨天的这个表现 陈总 这个还是投机性博弈吧 这个你们之前有很多案例 就是一个公司出问题了 连续跌停之后 卷上去就连续好几个掌停 所以大家期待呢 就有点像那个压大小啊 或者是什么 就是希望中奖的是我这一把 所以大家就盯着呢 你只要一开榜一去人就冲进去了 正好指数呢 这两天还行 就大家也没有什么真正可以做股下的思路 听上去有点天时地底人和的意思 这个出手博弈吧 好像性价比挺高 高度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可能从 共性和特性两个方面来看待吧 从共性的角度上来讲呢 就是首先 我们认为就是中国的投资者结构 与发达国家市场不同 所以它加重了比较这种博弈的思维 重于这种投资的这个思维 比如说我们按照一季度来看的话 我们中国的个人投资者持有的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值 占有我们整个60万亿市值中 还占有了将近30%左右 所以这个比例是很大的 在国外这个比例基本上都是个位数 第二一点呢 就是对于像康美这样的个股来讲的话 我们的一些现存的一些交易的制度 沿袭下来的一些交易制度 可能也加重了一些博弈的思维 比如说我们的上市制度 退市制度 我们到现在为止 退市的股票 林林总统加在一起 可能也就十几家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这样呢 也侧面的加重了 对于这些题材股 或者说是对于 您说的这个不仅是康美 其实康美这么快 可能还不至于退市 您说问题股是吧 对的问题股的一些炒作 最后一个呢 我觉得可能是 由于康美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特性 因为它毕竟有着 白马股的一些光环 在过去 它是一个千亿市值的股票 2017年整体的财务报表 以及各项的这些指标 我们看起来都是一个 非常靓丽的这个公司 也是机构这个抱团取暖 这个非常集中的这样一家公司 但这个翻篇了 这些东西其实因为已经 报表上的数据 现在因为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所以恰恰在这个时点 我想问一下 因为您有比较长期的 海外投资经历 刚才您也说到这个博弈 同样的现象 如果发生在美国市场 这个标的会怎么样表现 其实可能从近期来看的话 美国市场上 已经较少发生这样的案例了 如果要回溯的话 我们可能想对于 类似的这种案例 最有参考意义的 还是2011年 2001年到2002年的 安然的这个事件 安然事件是2001年 爆发出来之后 在经过了将近半年的调查之后 2002年就直接退市 那么安然公司被罚了将近5亿美元 所以它的这个造假的成本 是极其高的 同时它的这个几位主要的负责人 最终也都被追究了 相应的一些形式的这些责任 我们会看到这一次 就是我们对于康美的这个事件 也会看到国家马上就启动了 对于它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追责 现在还在过程当中 您把它和安然做一个比较 个人观点 那么回过来 陈总像这个这种交易 您也是因为多年了市场交易 对您有吸引力吗 没有 这个我有一个原则 其实我在投资上有点西化 这个就是 而且就像在金融市场 我们是玩什么的 包括我们机构 包括市场的参与者上市公司 就是玩戏路的嘛 对说假话的就是 零机会零容忍 你说了一次谎了 这辈子我都不再理你了 我又可以弃全了 我不选择了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句 你是真的假的 就是所以在很多部分 你还是说咱们讨论理性投资 理性投资手里 它这就是有一个账本 有个名单 所有出问题的 甚至包括乐视网 一概不碰 不管你以后怎么样 这辈子就跟我没关系了 您说到乐视网 其实我今天 也特别想跟投资者说的 因为这是客观数据 乐视网当时连续下跌之后 大概在18年的3月份 出现了一个月50%的反弹 其中三四涨停 量比这个抗美还要大 当时应该是拨卵状口 参与价值很高 是吧 从4块钱反弹到6块5毛9 大概在2018年的4月 那么现在 现在推市前是1块6毛9 所以我们看到它这个曲线 就中间 就是投资者是不是对自己 有足够高的预期 能够踩准这个节奏 我觉得这个挑战性挺高的 高总怎么看 我觉得可能这个是由于咱们中国 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 对于题材股 或者说是对于这种主题炒作 给予一定溢价 带来的这种习惯性的这样一个思维 就是我们的当前的这个市场 对于技优股 对于篮球股 它是有折价的 但是对于题材股 对于这些炒作的这些股票 它又是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溢价 但是未来的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肯定是会进行翻转的 也就是说会对于篮球股 对于技优股 有一定的这种溢价的情况 而是对于这种主题的股票 反而会有折价的情况 那么只不过当前的这些投资者 还是延续了过去的这些思维 认为这些股票 在估值上会有一定的溢价 这也是大家可能蜂拥 还是对于这些股票 炒作经久不息的一个客观的原因 您觉得就是在开场当中 我也提到了 就是说这么大量 昨天20多亿的成交 大家是基于长期吗 基于现在就是长期来看 它便宜吗 是这个逻辑吗 这个应该还是一个短期的 一个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有交易制度 有我们投资者的习惯 等等来综合来决定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它肯定一定是一个短期的行为 陈总觉得这是一个跑得快的游戏吗 这个就是投资手架 投资者他选择性记忆 他总是记着那些正前的范例 就是那些连板的股票 但是就是比如说 还是说的是网站最后不是退市了吗 这种事情会挥挥手 大家一起把它忘掉 然后再继续 选择性忘记 就是这点是选择性忘记 所以很长时间以后 这个A股都是个投机室 就是现在还就像他们机构 在A股活着也并不是很开心 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在说 有开心的一面 他们也说这时候要考验能力了 但是能力是什么 这个真正牛市来了的时候 你看吧 找到最好的股票就是蓝气股 我相信是这样 就是这一点也会加重这种投机的这种色彩 对 就是关键的是交易制度 这个两条是A股跟国际不同的 一条大部分投资者认为涨就是好 但是 以涨跌润英雄是吧 对 专业是认为你对市场能够反映价值 能够充分表达信息就是好股市了 这是一个不同 这个另外一个不同就是交易制度 还是差得很多 没有足够发达做空机制 大家认为那个做空投是无耻的 然后做多投是高尚的 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是摆不过来 所以那最后怎么办呢 股市一定在高市盈率上 永远在泡沫中运行 所以你说 康美涨停了 那别的没事的涨停就一定对 其实大部分股票都是在空中漂浮 我还想起一个我同事 当年在有权证的时候 去做过一个采访 一位投资者江苏哪个城市 好像是南通 那一天经过证券营业部的门口 看到人声鼎沸 也正好有开户 说我要去买点股票 出进大厅一看 我就选最便宜的 其实很不幸 他买的是南行全证 买了之后第二天 第三天就退市了 就所有的钱都就归零了 就是这么炒作这种思维 好像就是我们感觉这么多的钱 就是我们买菜的时候 都可能还要打打架 那买股票的时候 有时候确实 可能缺少很认真的思考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讲过 说你这个炒问题股 我们国家包括新化工程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钱 你这个钱其实有时候亏了 可能连个事物想都没有 是吧 确实可能 也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今天就特别强调这个话题 去强调理性思考 其实不是说 看上去那么枯燥 对每个人来说 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 回到我们的话题 就在这个时点高总 就是从理性角度来讲 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怎么来看待当前这个市场 我们觉得就是作为一家 专业的投资机构 首先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 你应该承担起专业投资机构 应该富有的社会责任 也就是说 无论是从小的方面 还是从大的方面 应该坚持的去宣导 并且实践长期投资 价值投资的这样一个理念 这个是不以市场 当日一日的涨跌 或者说是个别股票的 这种涨跌炒作为转移的 这个应该是我们软业机构 或者说是中国资本市场 未来自我进化 自我提升的一个比喉之路 因此在当前这么一个时点 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看好 在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未来在科技 消费 医疗 这三个核心行业中的中长期的 这样一个机会 这个是我们对于当前市场的一些观点 还是看好一个长期机会 陈总 我同意他的观点 但是我们面对中小投资者 我也提醒另外一件事 中小投资者还是要修炼一些 图表分析的功夫 也就是说你要在K线图片中 看透这些机构到底在干什么 因为最近我接触的很多大货 实际上机构档的也不少 这个机构细事单单的说 这种股票好可以翻倍 实际上他们正在买出 所以中小投资者很不耐 这是很古老的游戏 这个草务报表 或者上市公司好与不好的话语权 不在散户手里 所以散户还是只能看图 它的理性是表现为 对风险的离系 就是分析出来和对机会的把握 是在一个认真的基础上 对于认真的基础 对 就不是那种 就是脑一热 手指头一点就进去了 但我通常发现 散户就是这样炒股的 套住了就踏实了 只要赢了 这个不断地在转换腾挪 非常忙 就是还是没有建立一个必要的流程 这其实是一个还是很严谨的工作 像无论机构 包括无论你机构的主题 你是投资还是投机 每一个基础经理 或者叫Trader 就是操盘手 下单的时候 都必须非常清楚 我这一单是干什么的 所以他完全是搞得清楚 他到底在玩啥 散户不知道 陈诺 我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您前边 其实接连来过几次 因为我的印象当中 就是我们讲理性投资 理性选择 过去几年 基于理性 您其实是保持着一个 仓位非常低的 甚至空仓的一个状态 现在有没有变化 现在好像稍微加了一点 这个加了 百分之一 二左右吧 这个可以忽略了 但是现在 我还是觉得 市场接下来 要比以前要好了 它会进入一个震荡探底 或震荡式 但是这两种 到底哪一个成立 我还需要观察 所以这个百分之一 二你是基于去试探水温的吗 它不是 它现在其实更多的 应该是基于个股吧 就刚才你说 如果个股认为 这只股票可以了 就先拿一点 就是说个股的机会 您觉得再出现 不是交易性机会 基本上属于左侧买套 我并不认为大牛市爆发了 大牛市还早 就是您觉得 其实长期来讲 进入您的一个关注的范围来 应该是大概十几个月的驻底期吧 从现在开始算 对 十几个月 但这十几个月你不能闲着 如果你真等着传说中的牛市的爆发点到的时候 你还空仓 一旦进入右侧 那就惨了 那基本上就要被指数的 就要被个股擦空 所以现在进去呢 步伐不要太快 然后到七八个月之后 你看呢 仓位也就是一半吧 按照这个曲线走 我其实是理性投资的一个小代表 对 所以邀请您来谈这个话题 其实呢 我觉得从您谈的选择 一方面有标的的估值的问题 其实也有心态的问题 是吧 这个时候其实左侧健康 心态上来讲会从容一点 那个 有一个下个问题 高总 其实在前两天呢 我微信公众 我写篇文章叫《白马坠落》 为什么写这个话题呢 其实我们很多人 刚才你也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面对白马的时候呢 因为自带光环 所以我们少了很多必要的流程 你看那么多著名的机构在里边 我买 是吧 我不会超过他们 我跟着买就行了 刚才您也说到 就是长期看好了几个行业 而且您也长期看好这种 就是说优秀的公司 怎么去趣味存真 就是防止我们出现 这样那样的问题 白马股最近的一些分化 我想可能是市场上 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 但是我们想 背后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是关于我们对于白马股 真正的定义 可能是有所偏差的 过去我们认为的白马股 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讲的 机构的抱团 只要资金的堆砌 或者说它的市值比较大 我们就简单的把它定义为 真正的白马股 这个我觉得是有所偏颇的 未来的白马股 一定是你的公司 还是能够在中国经济的 转型的大背景之下 不断取得成长 我不能说一个年化 只能增长2% 3%的就称之为白马股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当前的 这个时点所有的金融机构 都应该盛严价值投资的一个根本 也就是说价值投资 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未来还是有很多的方面 很多对于财务报表 对于企业发展 甚至一二级视角 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一个深刻的思考 才能够把价值投资 长期投资 理性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贯彻下去 其实我个人感觉 您说的就是说 不希望大家追随价值投资 有点像格雷厄 就是便宜 就是可能所有东西 都是我们看到的东西 很美 是吧 基于价值 可能像巴菲特这样 可能会偏重成长 偏重未来 可能从这种竞争力 竞争优势 壁垒 这些方面综合来考虑 一家公司的价值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陈总也提到了 就这家公司 你只能骗我一次 不能再骗我第二次 但骗一次就很惨了 我的东西 可能就没有第二个回合了 怎么防止 这个比如说财务报表 那个高应收款率 高存货率 然后包括高质压率 等等这些东西 大概我能找出 五六个参数的偏高 甚至高用功率 你在财务报表上 都能找到 它那个薪酬的总成 薪酬 就是你把这些东西 都筛一下之后 大概一千十五票 就不见了 这个触雷的概率 就小得多得多了 因为比如我们 刚才休息的时候 我们还谈一个笑话 你说你这个公司有病 你几百亿的现金 你那边 又有很多的存在 是吧 那肯定是要再做文章了 比如乐视网吧 咱们它已经退市了 咱们现在说它 也不打压市场了 它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那营收款 都是收不回来的 对 所以当营收款 累积到一定比例的时候 你得小心 那财富是不存在的 所以有一次 它一下子就把 那个营收款给清了 一清这公司 竞争产为零 那不是就是个大雷吗 所以财务报表 肯定要会看 你不能说我是赏货 我不看财务报表 这个有办法 这个另外呢 就是白马的问题 我看刚才告诉我 这不是海归回来了 炒这个国内一个个 这个基金经理在大胆 假质投资 这个海归没有意见 他什么假质投资 都是假的 要伪价值投资 现在咱们的假质投资 是血统极度不纯正 这个世界上 减到盘里就是菜 因为这个确实实实 是比较庞杂 我提出一个散户的 生存哲学 一定要看这个市场 鼓吹一个东西 是不是鼓吹得足够久了 如果大家都信了 你赶紧走 这个就是 你这也是一个博弈论 对 也是博弈论 对 其实高总 怎么从报表之外 我们能多一重安全防护 来识别这个公司的价值 我觉得任何一个投资 都要考虑到一个整个的 大的一个背景 就是我们中国当前的这个背景 和美国和市场上 其他的国家 确实都不一样 它经过了高速发展的 这三四十年 现在确实到了一个 转型的这个时期 所以如果说 我们从报表之外 比较看的话 还是要看 我们当前所选择的行业 所选择的个股 是不是和国家 未来的整体的 这个发展方向 是保持一致的 这样避免踩雷的这种概率 就相对来说大一点 我们不能说 完全就能够避免 但是相对来说 就比较到这个大一点 第二一点 我们是觉得 应该更多的 和上市公司 进行实际的这些交流 我们会看到 实际上 无论是散户也好 还是机构也好 有很多的股票 并不是自己 经过了深入的这些调研 对吧 这些还是要跟上市公司 来做深入的这些交流 才能够看到一些 报表之外的一些东西 对 其实理性 我们说上去很空洞 可能有点枯燥 但实际上 就是我们每一个投资者 在做一个事情之前 踏踏实实觉得自己 应该走的流程 不能偷懒 是 原来我们有一个记者 就教研一家 那个洛金龟的企业 企业不透露数字 但是我们去供电局 查查它用电 因为它是高耗能行 用电量大增 其实基本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